歡迎收看我不喝拿鐵頻道 今天是千金傳說RO手機版的第二集 這一集就要帶來後面的內容了 因為我上次有稍微玩了一下以後 等級向有11集已經可以轉職了 然後 它的遊戲其實剛開始玩的時候 如果你們今天想玩可以先去領取一些東西 像就是有開服活動這邊 不是這裡 我看一下喔 好就點這邊 你可以點FB這一個 這邊可以領取很多東西 這邊都可以領到一些送的東西 再來還有 我記得還有一個M 這個地方還在哪裡啊 看一下喔 打賞是什麼 哇台幣的 特金 特金區 好等一下我想起來跟大家講好了 因為我現在找不到在哪裡 個人相冊的部分是可以拍照耶 這是我拍的 因為它有個任務需求 這是我拍的 要拍這個小女孩 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因為這才增加拍照功能 在這裡 照相機你隨時可以做拍照 拍照以後你把它儲存起來 好 這是以前RO沒有的 蠻有趣的功能 應該說以前RO不會特別做一個照相機啦 是可以直接截圖 好 我現在準備要轉職了 我現在角色等級呢 Jub你有10了 所以就可以轉職 對 應該是因為Jub10 因為我也忘記以前是等級多少可以轉 然後我現在要轉的呢 就是 噢 獵人 就是應該會先轉成射手 這個 看它的服裝就知道 神射手 對它這服裝應該是算獵人的服裝而已 喔 轉成弓箭手講這樣 哈哈 好 就直接轉職成弓箭手吧 轉職嗎 stepped in 那坦可以從遠處打擊 有問答諒 這坦可以從遠處打擊 攻擊手的字 近戰最強的職業 呵呵 過關了吧 三體太簡單了 真羨慕這些獵人 喔 還要試煉 還要試煉是不是 好 拿下去 不錯耶 這跟PCEonline一樣 以前就是要轉職或轉職任務 轉職任務就要去打一些怪 好 我們來看一下轉職怪是甚麼吧 我現在東西好多喔 因為他有送一堆有的沒的東西 好強喔 還好我補血還蠻多的 應該打贏吧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組到隊伍了 所以左上角有其他人的照片 好吃補喔 這麼強喔 魔化樹精 這以前沒有的 以前做什麼 長老樹精 然後要拿什麼 瑪納樹枝喔 OK 唉唷 這麼多啊 欸 我可以用這招補 我會招那個新手技能 緊急治療 喔 好好用喔 緊急治療 超棒的啊 新手來講是最好用的 因為這未來你的血太多 所以補一點點更沒有用 哇嗚 補100滴 就靠資格就好了 好 如果今天你在解任務的話 記得 我這個打法 右下角的部分有一個新手的技能 就是 最優先嗎 緊急治療 它可以幫你補100滴血 應該是蠻夠用的啊 剛剛其實不用吃紅的 打開 有個機關 然後呢 下一關 哈哈 應該不會很難啊 不過它操作起來真的是非常流暢 只是iOS會閃退 很煩啊 欸 過了喔 就這樣了嗎 真羨慕這些獵鷹 如此自然優雅 過關了 是嗎 還有 哈哈 我也 過關了欸 好 這是我蠻想玩的類型遊戲 跟突然意識物一樣 就是我想玩這種類型遊戲 就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去打怪啊 幹嘛的 喔 繼續向前 喔 轉直的那個畫面嗎 這麼多人幫我 全部都弓箭手跟獵人欸 都是弓箭手在幫我 那個 就是有點像是鼓勵 恭喜你這樣 換衣服了 不用穿新手裝 第二集就直接不是新手了 只是還帶一個很 很新手的玻璃帽 好 OK 然後要怎麼退隊伍呢 欸 可以喔 欸 身為隊長 我把他身為隊長好了 好 你是隊長 然後我要怎麼離開隊伍呢 找我要怎麼離開隊伍 踢出隊伍 踢出隊伍 不好意思喔 先把你踢出隊伍啊 因為我先不組隊啊 好 然後點擊 喔 不好意思我上一集講錯了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呢 因為他都有重置點數 新手的話呢 你先全部點力量會比較好打前面的怪 小怪 然後等你轉之後 你就要看你的 職業去選擇你要的技能點 像我現在這一個 角色是弓箭手 我會點的是DX 因為弓箭手是主要是命中為主 所以DX是隊友會講是最重要的 然後後面我可能會點一些 等一下喔 點數全部給我就是 呃 點一點敏捷好了 好 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今天是 略是法師隊 你就要點智力 智力盡量點多點 可是點要滿都沒關係 好 大致上就這樣啊 以我所知啊 欸 哇 升級後有血跟那個魔啊 就變多了變長了 所以就變要補 然後看一下私療 有人跟我打招呼欸 欸 好 我不要說嗨 他是誰 是我 我認識的人嗎 嗨 好 就這樣吧 繼續 好 哇 其實我覺得玩起來是真的非常流暢啊 因為 版本太多了 玩太多版本了 這版本是目前玩起來最順的 而且 呃 操作起來是我比較喜歡的介面 還有另外一款我也忘記名字了 可是我有玩蠻久的 有空的耐度給大家看 這款直接寫新傳說 而且他沒有寫什麼什麼 版本 就直接寫手機版 所以他這個應該是最貼近 呃原原作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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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哪 走錯邊了 這邊可以快速點 就點地圖就好了 好 這樣我應該可以去 用這個射怪吧 欸 我現在要點什麼 這個 這是 劍士吧 喔 給我禮物 弓箭 兩動的弓箭 其實這種類型遊戲都是要慢慢玩的 你要把你瞬間就是變得很強幹嘛的 就要花 除非你課金啦 如果你是正常玩都要花很多時間 好我現在看到這邊有一些技能 有二連池 呃 蒼蠅之眼 千眼雨 衝鋒劍 都是我們之前有的 指眼 定位陷阱 好 OK 職業 好 可以轉業 欸 這邊還有一個不知道是什麼 是 應該是 銀俠私人吧 銀游私人 我猜右下有這銀游私人 我記得銀游私人是攻守轉成銀游私人 因為銀游私人也是可以射箭的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好現在要轉成的獵人的話呢 JAP要40 然後 呃 你的等級要40才行 好 現在也不能升 就慢慢練吧 反正有空再玩一下 有空玩一下 大家這個遊戲 大家這個遊戲 要學會應對各種不同情 大家這個遊戲是可以掛機的 別愛唱我啊 我的 在冒險中 要學會應對各種不同情 送了一些經驗值 哇 還要對話 別愛唱我啊 在冒險中 要學會應對各種不同情 哇 別愛唱我啊 我的心永遠在遙遠的比方 哇 他有配音 在冒險中 要學會應對各種不同情 蠻厲害的 嗯 嗯 呵呵 怎樣怎樣 我趁他出不去是不是 喔 Lag 很好我又閃退了 先跟大家講一下以前PC隱賴的部分 然後我有一個 三寶 叫做 Lag斷線修不好 所以呢 連手遊也要來這招嗎 不要吧 所以就要趕快修好啊 不然這樣玩起來很痛苦 然後我現在版本是 呃 就是我是用 呃 蘋果的 iPhone 6 Plus 基本上來講我玩 日本遊戲沒有閃退過 可是玩這個遊戲會閃退 呃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我接錄影的關係 因為我手機是接電腦錄影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影響到 不過如果你跟我一樣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讓我知道一下 你跟我一樣的狀況 我先調一下設定好了 看看可不可以把他 稍微不要讓他有 閃退的狀況 是不是要把他一些效能調低一點 可不可以我看有沒有效能 顯示外觀 在哪 嗯 好像沒有欸 效果 這個嗎 D 現在調低啊 沒有很高啊 原始解析度 540p會怎樣 試一下 會不會很差嗎 啊 回到登錄這個畫面 應該是要讓你 前面的 切換角色用的 現在目前你可以練兩隻 應該後面等級高以後 應該會拿到第三個 你就可以練第三隻了 然後玩這種遊戲呢 他需要的是耐心 跟玩Let's Day on 20是一樣的 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在玩這款遊戲 所以我建議大家慢慢玩就好了 不用去急 因為遊戲呢 他就是放在那裡 你快速玩就是快速升等 你慢慢玩的話慢慢升等 大致上是這樣啊 好OK 呃 我稍微調一下畫質 好像有變差是不是 看一下有變差 有變差 哈哈 好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應該不會閃退吧 我們來試一下喔 這樣會不會閃退 我這樣會閃退 我就覺得太誇張了 好 先點一下這邊 那個 提示 冒險詞手冊 嗯 好 你到底要不要給我啊 哈哈 明白了 基因館 好 好 裝備 拿到個斗篷是不是 再見 再見 好再見 這個跟他買藥水 有沒有 好 等一下喔 技能 劍與二連池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先點這個 跟 跟二連池 因為這個是加靈巧的 靈巧就是我說的B.E.X. OK 先點這個吧 欸 有點到嗎 好 點1 然後 技能施放二連池這顆 這邊可以加一個 好 快速來 好 這怎麼不用 這是被動技對不對 被動的不用 主動的話才要選 我把它當作是那個 那個集 集 集中精神那個 因為以前玩 都是玩獵人之類的 現在往這邊走 好遠 我現在把畫質調低 我就不 如果這樣再閃退 就是這個遊戲的問題了 不過遊戲音樂就是我們以前在 這個層中央層的音樂就是這個沒錯 等一下 按過去了 我剛才想要調畫面 大小 到了 找他 製作配音 請給我手冊 謝謝大哥 耶 找到手冊 冒險手冊 好 好我剛才都閃退了 Good 非常好 這款遊戲真的是太會閃退了 好 最近是我手機太爛了 好 先不管他 我現在呢 先把效果調回來 因為 根本就沒有差別 還是會閃退啊 他我一直想說 是不是我效能調太高 唉 真是沒辦法 只能夠等他改版吧 我相信應該有很多人跟我一樣的狀況吧 我剛有拿的東西 看一下是什麼 包包東西好多 使用等於20級才能使用 20級成長背包 然後 我有拿到一些他送的東西 就是 一些有趣的東西 可以把其他玩家 星星夢大方就會變傻傻的吧 什麼的 好 先不管他 這之後可以研究一下 然後呢 我應該要先去買劍 因為這遊戲應該還是要裝備劍吧 商店在哪 先往這邊走好了 把他地圖現在有標你就走吧 把他地圖現在有標你就走吧 到 你正騷動 什麼騷動 什麼騷動 他沒有除點耶 把他除起來 這除點的部分就是你今天死掉的話會從這邊 就可以把他儲存起來 OK 謝謝 然後 我可以放一些物品進去 倉庫服務 打開倉庫 好 這個用不到就放進去好了 這個 都是一些 不是裝備物品 他是消耗物品 他算是送了 一些 互動的東西 在幹嘛 附魔 附魔 好 先放這些吧 放一些他送的東西 以後再拿來玩玩看 把他走 這裡 這裡嗎 神布 是這一件啊 是這個人啊 修女啊 欸欸欸 等一下 什麼事 八風特 我以前也超喜歡打八風特 我以前也超喜歡打八風特 是要找他 嗯 什麼 現在是要對話是不是 我一直走一直走 一直要找人家對話 真視角是不能 不能調整的 好啦 就是一路對話就對了 先認識這些人 最後要找他對不對 欸不是 你找他嗎 勇敢 啊 什麼 是要打他對不對 我弓箭通常來啦 我有劍喔 二連池 二連池 二連池就是一次射兩隻劍 哇 躲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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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 欸 打死了 我剛才想要躲 欸 假的八風特 真的八風特超強的好不好 是狸貓變的喔 問話 問話 問話一下好了 拷打他 你今天晚上加菜啊 小叮噹 放手 好吧 就這樣吧 這隻狸貓變了 這隻狸貓變了 欸 怎麼有兩個人 疊在一起了啦 收下 卡片圖鑑 卡片圖鑑 好 很好 再一次閃退 我先來點一下吧 點爆你手勢都會退 這怎樣啊 我這邊可以看得到一些我打過的 欸 是嗎 我打過會出現 在這邊 這三隻最基本的怪 哇 現在有那麼詳細的介紹 以前根本沒有這種東西 景點 我拍的 我拍的 景點收集喔 所以到每個地方都要拍照嗎 哇 好深火化喔 等級 社交 但是有些是成就吧 卡片 登入卡片 我有這卡片嗎 聊來看要怎麼 對阿 這些是一些成就啦 卡片 我看到卡片現在要出到誰 喔 這隻喔 這是古堡裡面的 魷魚 就是 那個什麼 太久沒玩了 就是那個有人魚的地方 會有的 大致上就是RO那些 只是他們有重新繪製過 有些原本的卡片都不是長這樣 看一下喔 欸 好像一樣欸 對 圖片跟以前是一樣的 他沒有重新調整 好 OK 我們再往下走 哇 到底要去那麼多地方 先去這個好了 太忙了 新手好忙 到處跑 等你等級要99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就是 這遊戲已經 已經 已經讓你覺得 沒有什麼地方是有難度的 只是 要跟誰組隊 然後去哪裡打BOSS 這樣子 跟你玩到99級封頂的時候 就是等他改版啊 然後 打一些特別的東西啊 然後 然後開始直裝自己的套裝啊 或什麼的 然後去PVP跟人家PK啊 這是RO的 RO的那個 那個 玩法 等一下 先到上面這邊好了 前面呢 你要快速升等 好 OK 第三次閃退啦 所以呢 之後如果要玩這款遊戲 跟我一樣是iPhone 6 Plus之類的 你可能 或者是iOS用戶 你有閃退的問題 你就可以用模擬器玩了 對 然後我可能之後用 BrowStack的模擬器來玩 它就是電腦模擬器 模擬Android遊戲 因為現在iOS沒有出模擬器 所以呢 欸 那我不要團心腳 應該是不用吧 好 總之之後用模擬器玩好了 現在退到有點 覺得快生氣了 我剛剛稍微爬文一下 呃 現在是台版的問題 因為路版好像不會閃退 台版是怎樣 哈哈 閃退問題要修好啊 對啊 竟然會閃退 這個 你知道給我們 比如說 要閃退嗎 好Lag喔 不然就給我們一個 類似可以調整畫質之類的吧 然後要調有用嗎 小機畫質不會閃退 OK啊對不對 好 這邊現在是 學習戰鬥技巧 牽手 什麼 什麼 竟然可以學牽手 自由視角 自由視角 無視角的照片 沒有什麼意義 或者 這個吧 啊靠 不夠 好吧 現在沒有錢 要1萬塊 哪那麼多錢 技能點不足 好吧 可以留著 點這個就會閃退 NPC圖鑑 有必要嗎 讓我認識NPC是不是 好很好 認識NPC NPC還會 還會動耶 點了會有樂圓幣耶 好樂圓幣應該之後用得到的東西 所以我就先不研究了 這邊呢我又升級了 所以呢 就先點這個 然後敏捷通常我都會點到9吧 我記得是9還是6 總之就是一個雙 欸一個雙數我也單數 9或6啦 這誰 哪掉 哇 好多東西喔 去這邊 G G點 去G點 然後我看一邊走的時候 你可以一邊看你的角色的屬性 像我現在這個職業呢 技能點 我現在有兩點 二連池我先點到5好了 我覺得二連池是 對我自己來講 是比較常用的東西 後面的話我會開始點 下面這個 到這裡嗎 獵人豬戒 我還不能出戒獵獵 現在我出去欸 直接出去裡面就好了 出去外面 哇 連地圖開啟都好畫面 對不對 現在這個層跟以前應該差不多 喔 這邊怪物變不一樣了 等級蠻高的欸 打贏嗎 應該可以吧 要連池 哇 不錯喔 攻守感覺上非常好掛 就是掛雞瓜這邊 可是前面如果 前面如果 不認真 欸 就怎樣 前面還是要撐過去 不然可能我完全死掉了 哇 HP好少 快速練功的話呢 你就是要一直刻HP 吃魔 我 我覺得應該還是先去找 那個 NPC 因為這樣其實升太慢了 解任務是升最快啊 以現在的 RPG動作遊戲來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快速升的呢 都還是靠解任務啦 他這就跟我們玩那個 LUX2R20完全不一樣了 尋找學者 好 OK 往這邊走 有人在跳舞 打好他 我在跳什麼舞啊 OK 蝴蝶翅膀的話是直接飛回城啊 剩下一個人 帥 啊 不然打到他了 群體攻擊嗎 沒有 那還好 好想要騎狼喔 好想要騎狼喔 感覺看到騎狼就很開心 好遠喔 等一下我那天有 欸 我有拿到 欸不見欸 他原本 有體驗就是可以騎波力 結果現在沒有了 有沒有一個騎波力的地方 你看他這裡有沒有增加經驗值的 有沒有增加經驗值的東西 使用後變成綠綿蟲 好弱喔 哈哈 我有變過 超弱的 不要變綠綿蟲啊 超弱的 變身卷欸 以前沒有這種東西 超人翅膀是隨機飛 你可以在這個地圖中飛來飛去 這是以前非常實用的東西 可是我記得免幅好像 好像沒有還是被改掉 我忘記了 我記得免幅好像沒有 欸 因為走到欸好快喔 欸 升起了 好 往哪走 就順路過去吧 樹精 我記得以前打仗到樹精 好像會掉枯枝吧 好 欸 按到了 按錯鍵了 再按進到欸 讓你 不然你按到 喔 什麼貓 然後咧 這都問兩次了 呃 收集蝗蟲身上的 鬼東西 好 就打蝗蟲吧 這邊下面是法師 哇 我二零詞還蠻好用的欸 不要選劍士 剛才是選遠程 遠程的角色你玩才會輕鬆 因為你不用跑過去慢慢敲 遠程攻擊是比較快的 可是如果說 以遊戲這種內型來講 以這種遊戲內容來講的話 騎士是比較適合單次Boss 因為騎士它體比較高 如果你今天點的是體騎的話 是有機會單次Boss 嗯 到這裡 嗯?我到這裡啦 然後呢 好 這有提示 可以點的這個任務就會有提示欸 等一下喔 你先看一下我這邊到底要幹嘛 喔 找真的假話了 欸不錯欸 點這邊 右邊的格子啊 它則會提示說你要往哪走 會去哪裡 喔 等我多說啊 到哪邊去 是 是 他嗎 嗯 閉上雙眼 嗯 又不見了 歡迎你們來到我的皇宮 哈哈哈哈 這怎樣啦 你要飛去哪裡 一直飛一直飛 我要找人然後他們一直飛一直飛 一直飛 要飛去哪裡啦 又閉上雙眼 我閉上眼睛 喔 喔 喔 西爾斯 哈哈 又飛不見 要打他是不是 喔 米洛 欸 米洛塔 牛 GG 好 很好 這是一個走來走去找人的遊戲 可以嗎 現在到底要怎樣呢 哇 掉出去去哪 這邊嗎 被蝗蟲包圍的人 就是想要點這個人 結果點到 蝗蟲 就開戰了 欸 被包圍了很難點欸 別害怕 嗯 雞雞雞 不點到蝗蟲了 點錯 拿一些香蕉給牠們 從蝗蟲身上蒐集 總是從蝗蟲身上拿到香蕉 蝗蟲身上為什麼會有香蕉咧 可以了嗎 總之這款遊戲就是一直解任務 就會慢慢升級 大概稍微打紅蟲 今天這款先介紹到這邊 因為它一開始就是解任務 它有整個大地圖 地圖中就會有很多任務可以解 解後你就會裝到經驗值跟一些錢 跟可能可以讓你快速升級 大致上就這樣子 然後其他內容就讓大家去體驗跟玩玩看 然後這款遊戲呢 如果已經用手機玩 閃退的狀況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呢 希望它新的版本會有改善這個問題 然後這最近的話 如果我有玩的話 我應該用模擬器玩 就用Bluestag玩吧 因為一樣是模擬手機的遊戲 大致上呢 就這樣吧 那我們這集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做個表情動作好了 掰掰 做個表情動作